- 黑爆密戰 - 油爆密戰 - 油爆密戰 - 油戰密爆 - 你很煩 - 不要故意干擾我 - 例如說不小心會唸成 - 即香光光機 - 懂事 -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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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上個上 - 好像在過年前有特別講過 - 你們 - 應該不用再念了 - 我想應該知道了 - 所以這個好啊 - 我們講完徐克 - 你要回頭講油爆 - 油爆密戰 - 油戰密爆 - 煩死 - 有沒有要要提的 - 因為我覺得 - 我記得你在講的時候 - 你特別想要講那個什麼 - 疊爆電影嗎 - 你好像是看了唐普克魯斯的東西 - 但是 - 前幾天我 - 寫了一個就是 - 我覺得好看的 - 四部疊爆電影 - 然後分別是 - 不可能的任務3 - 然後 - 美國隊長2 - 然後 - 間諜遊戲 - 跟 - 疊 - 特務迷雲 - 這樣子 - 對 - 然後我就寫了 - 花了一點時間寫說 - 為什麼 - 我喜歡這四 - 四部 - 然後 - 我心目中的疊爆電影 - 是怎樣 - 然後 - 不過 - 這跟那個 - 疊爆密... - 不是 - 油... - 油戰... - 油戰密爆 - 油爆密戰 - 你煩死了 - 你煩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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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故意這樣子 - 故意這樣子 - 煩死我 - 好 - 油爆密戰 - 而且我 - 因為看了 - 那個 - 油爆密戰 - 突然對 十地分十皮膚 - 產生興趣 - 趕快回去 - 看見諜橋 - 然後看... - 喔 見諜橋真的很好看 - 這樣子 - 對啊 - 所以想說 - 可以來聊一下 - 油爆密戰 - 其實油爆密戰 - 油爆密戰不算是間諜... - 不算是諜報電影 - 它其實在講的是媒體的事情 - 對啊 - 然後... - 然後... - 我有看嘛 - 然後我的... - 表弟也有看 - 然後我表弟他是非常... - 他就是喜歡那種... - 看... - 看打鬥啊 - 看屁咪啪啪啪啊 - 或是看科幻片 - 裡面很多帥氣的... - 的東西 - 然後他... - 去看這個油爆密戰啊 - 結果說他看到前面就... - 看不下去了 - 因為前面... - 太無聊太平淡 - 然後... - 但是其實... - 這個油... - 油爆密戰啊 - 看到後面其實會... - 會... - 真的非常非常... - 熱血 - 尤其是... - 就是... - 因為... - 就是... - 最近也在整理了... - 的想法 - 就是... - 美國他們常常在講... - 那個... - 英雄主義嘛 - 那他們為什麼要講英雄主義呢? - 因為... - 二次世界大成的時候... - 西... - 就是西方... - 文明他們... - 受到那個... - 衝擊太大了... - 記取教訓... - 然後開始... - 很多人都在研究說... - 到底為什麼... - 會出現希特勒這樣子的人... -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 - 其實就是... - 欸... - 就... - 不是有一首詩嗎? - 他說... - 欸... - 當... - 如果你看到別人被欺負... - 你沒有站出來幫他講話... - 看到別人被打... - 你沒幫他站出來講話... - 到最後呢... - 對方找上你了... - 你要被欺負了... - 也不會有人來幫你講話... - 所以他們才... - 一直... - 希望宣導說... - 欸... - 欸... - 你要自己站出來... - 喔... - 欸... - 你是蹲了... - 蹲了一下... - 我還以為你斷線... - 然後自己站出來... - 因為呢... - 如果你不站出來... - 大家都覺得... - 自己不用站出來... - 那到最後就沒人會... - 沒人會站出來... - 對... - 就沒人會去做對的事情... - 對... - 那到最後世界就... - 永遠是... - 那不得性嘛... - 對... - 那如果你... - 你挺身而出了... - 那麼一定會有所改變... - 你挺身而出... - 如果... - 欸... - 別人也跟著一起挺身而出... - 那世界就變得更好了... - 嘛... - 你做這個對的事情成功了... - 那... - 欸... - 史蒂芬史皮柏是... - 少數我看到他在宣揚這種... - 這種... - 想法... - 欸... - 你的那個... - 攝影機又沒電了... - 啊... - No signal... - No signal... - 就是... - 真的是... - 尤其是... - 欸... - 他這... - 最近的電影以來啊... - 郵報密戰是真的讓我看得到... - 我覺得說... - 哇靠... - 熱血沸騰... - 真的是... - 對於他們... - 最後勝利... - 非常的開心... - 嗯... - 對啊... - 這其實是非常... - 我覺得不簡單... - 因為... - 老實說... - 欸... - 上一部間諜橋啊... - 就沒有那種熱血的感覺... - 雖然... - 間諜橋他也是在講說... - 有一個律師嘛... - 他覺得說... - 我這個間諜... - 被抓過來... - 不能直接判他死刑啊... - 因為... - 欸... - 間諜橋是在講說... - 美國遭到了一個... - 那個蘇俄間諜... - 啊... - 然後... - 這個... - 欸... - 按照法理上來說... - 這個間諜是必須要... - 被審判的嘛... - 等一下... - 除死刑嘛... - 攝影機又沒電... - 但是... - 嗯... - 然後你去去去去... - 但是... - 每一個人... - 每一個美國人都想說... - 這個... - 審判只是一個刑事... - 嗯... - 它就是要被死刑啊... - 對不對... - 它害得我們害得那麼慘... - 然後... - 全美國只有湯姆漢克... - 一個人... - 講說... - 我不只要認真幫他爭取權利... - 我要讓他免除死刑... - 這樣子... - 這對我們自己以後也會有好處... - 嗯... - 所以他裡面常常在笑自己說... - 那個間諜是全美... - 被全部的美國人討厭的人... - 我大概就是第二個這樣子... - 第二被討厭的人... - 然後結果最後... - 欸真的... - 它因此... - 救回了... - 兩個美國年輕人這樣子... - 嗯... - 那但是... - 交換俘虜... - 對對對對... - 就是交換... - 欸... - 你也抓到了我們的間諜了... - 那我們來勸... - 交換一下這樣子... - 對啊... - 那... - 就是... - 間諜橋... - 就沒有... - 讓我這麼覺得說... - 喔... - 帥啊... - 而且反而... - 間諜橋到後面有一種... - 淡淡的淒涼... - 欸... - 莫竹還記得... - 欸... - 還記得... - 比如說最後他要... - 就是他們到那個橋上面... - 然後要去交換走過去... - 那一段嗎... - 對對對... - 就是... - 那個他不是問間諜說... - 如果你被... - 就是你回到蘇聯之後... - 你會怎麼樣... - 嗯... - 然後他就說... - 那要看... - 如果呢... - 他們... - 我回去的時候他們擁抱我... - 我就沒事... - 但如果呢... - 他們請我上後座... - 我就錯了... - 結果... - 那個間諜回去就真的被請上後座了... - 然後就覺得有點傷心... - 這樣子... - 對啊... - 然後... - 就變成說... - 那個間諜橋... - 全部啊... - 只有兩個地方... - 那個... - 感情是最... - 最高張的... - 其中一個就是... - 那個... - 那個... - 潘姆漢克在法庭的時候上面就說... - 那個... - 我們... - 如果呢... - 正... - 那個... - 認真的對待這個間諜... - 然後認真的跑司法程序... - 去幫助這個間諜... - 那這樣子我們就能證明... - 我們是誰嗎... - 那... - 我們是誰... - 不正是... - 在這個冷戰當中最有力的武器嗎... - 因為我們跟... - 共產國家不一樣嗎... -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想說... - 哇靠... - 你看... - 那個... - 美國跟蘇聯他們是... - 因為... - 意識形態的不同... - 開始戰爭嘛... - 但是結果... - 到了... - 真正的戰爭的時候... - 兩國對立的時候... - 反而... - 沒有人... - 真正... - 堅守著自己的立場... - 大家都只是想要贏的戰爭而已... - 然後... - 全部只有... - 他們漢柯一個人看清事實... - 對... - 然後... - 另外一個情緒高張的... - 點就是... - 那個... - 他們漢柯回家有沒有... - 然後呢... - 小孩子全部都冷落他... - 結果看著電視才發現自己的父親是... - 是那個... - 英雄... - 對... - 看到那一幕... - 觀眾會有一種被救贖的感覺... - 因為前面... - 那個男主角非常可憐... - 他自己在外面... - 那個... - 孤軍奮戰... - 然後家人都沒人要理他... - 對啊... - 那... - 欸... - 郵報密戰... - 也很像... - 就是他前面... - 一直在... - 陳述... -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 然後呢... - 他們... - 報紙裡面啊... - 有什麼樣... - 對於... - 公開這個機密檔案有什麼樣的正義... - 嗯... - 然後一直到... - 一直到了最後... - 他們發現說... - 欸... - 我們... - 挺身而出... - 別人也跟著我們一起站出來的時候... - 就... - 就那一刻... - 就非常的... - 就是... - 整個張力都出來了... - 但是確實... - 前半段... - 欸... - 其實蠻悶的這樣子... - 不會啊... - 糟糕了... - 不會嗎... - 因為... - 很多人都這樣覺得啦... - 因為... - 一方面他們可能不見得那麼懂... - 那個歷史脈絡... - 然後... - 呃... - 裡面其實... - 人名很多... - 人物很... - 人物角色很多... - 如果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話... - 你可能會搞不清楚誰是誰... - 我後來看... - 史皮柏他在拍歷史劇的時候... - 常常都會... - 有這種情況... - 就是人... - 他想要... - 講一個... - 時代的故事... - 但是... - 那個格局很大... - 然後人就很多... - 然後... - 就... - 有點混亂... - 這樣子... - 如果你不熟的話... - 這個... - 我在看林肯的時候... - 最明顯的... - 林肯基本上... - 在... - 因為林肯很明顯是拍給他們... - 國家自己的人看... - 對對對對... - 有一種那個... - 比如說我現在來拍這個... - 孫中山啊... - 或是蔣介石啊... - 這種感覺... - 然後裡面那些人啊... - 都... - 就是... - 感覺起來大家都要知道他是誰... - 因為你們歷史都有讀... - 對對對對... - 那種感覺... - 所以... - 所以你如果不夠了解美國的... - 以前的故事的話... - 你會很難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 - 嘿嘿嘿... - 那個最近... - 看那個大陸他們拍了什麼... - 建... - 建軍大業啊... - 建國大業... - 就是這種情況啊... - 就是你要對當代的... - 歷史要有一點理解... - 對啊... - 那基本上他們就是... - 類似的這種... - 政治... - 有政治宣傳... - 這個... - 意涵在裡面的片子... - 只不過... - 人家美國是請... - 好萊塢大島來拍而已... - 嗯... - 欸... - 促哥看過林肯嗎? - 有啊... - 然後莫竹也看過嗎? - 我有看過... - 但是已經有點... - 我已經有點... - 印象... - 有點... - 有點模糊了是不是? - 有點模糊了... - 但是我還知道是... - 對啊... - 丹尼要... - 太... - 入獄之眼... - 因為我今天才看... - 然後我看那一部啊... - 就突然... - 突然有點懂了... - 你有沒有印象... - 在林肯裡面啊... - 那個林肯他每次... - 想要講什麼... - 他就開始坐下來... - 然後開始跟大家講故事這樣子... - 嗯... - 而且... - 還那種... - 語不驚人... - 事不休這樣子... - 第一季出來... - 非常震撼... - 然後開始講故事... - 然後才要進入他想要講的事情... - 然後就突然覺得說... - 那個... - 史批佛他好像... - 我看他的電影好像就是... - 這種感覺... - 就他想要坐下來跟你講一個事情... - 他想要... - 把一個故事跟你這樣威威道來... - 然後希望你能... - 理解他在想什麼這樣子... - 這樣子... - 所以... - 你不會在他的... - 故事裡面看到... - 非常... - 煽情的東西啊... - 然後看到... - 什麼太... - 太激烈的... - 什麼強靈彈雨啊... - 但是他就是... - 慢慢的... - 去講一個故事... - 然後他想要告訴你一個想法... - 這樣子... - 對... - 所以... - 欸... - 所以才會... - 出現說... - 例如說有一些... - 喜歡看娛樂片的觀眾... - 他去感覺說... - 這步調太慢了... - 這樣子... - 嗯... - 好吧... - 我其實看... - 間諜橋... - 其實看得... - 覺得很好看... - 但是他不是... - 但他的確不是碟爆電影的那個... - 的... - 節奏... - 說老實話... - 因為他其實是在講一個... - 平凡人要如何去拯救... - 一個大家都唾棄的對象... - 知道嗎... -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故事... - 其實才是... - 精彩的部分... - 因為... - 像我之前提到那個... - 以九八七... - 那個韓國的那部片... - 因為... 應該叫1987吧 1987的 怎樣怎樣 是1987 你知道1987這個故事就是 黎明到來那一天的故事就是 政治正確性的 就所有人都討厭這個人 那個人就是最壞的人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人神之以防 那種味道 但是間諜條完全是反過來的 大家都討厭這個人但是只有我要救他 對但是為什麼 因為你們其實都已經被 你們都已經被民罪給 蒙蔽 算是你們都已經被 仇恨沖昏了頭 然後你們不依照原則行事 那我們不能夠這樣子 我們要在這個時候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原則 那 應該是說 湯姆漢柯那個角色跟黑豹裡面的那個 迪查拉斯很像 對但是呢 他比較寫實的是 告訴你在這一個世界裡面 你要維持原則有多麼的困難 也就是因為這樣你維持原則 才成為電影裡面的英雄 對 因為只有他這樣做 甚至連政府都不願意幫 這是一個這個世界 嗯 要維持這樣子的狀態 是如此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他到最後也在大聲幾乎說 我們 只有這樣做我們才 可以 自稱自己是真正的 美國美國人 美國的文化之所以偉大 是因為我們有原則 他到最後有一段念白 然後那段念白讓人家不由得感動 嗯對那這一幕 其實這部片其實他當然不是 一部熱血熱血或者是很緊張的片 因為他在東他在講的東西 其實 還蠻深刻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用的方法是很直白的方法 對這跟那個油戰密報 油爆密戰其實是很像的東西 對啊就是他其實也在告訴你說 在說在所有的當下 你沒有辦法去 你要堅持你的原則嗎 然後在一個大家都不願意做 或者是 你這麼做有很大的危險的時候 你還堅持的時候 你才 你才 你才出現你的價值 對啊那 我覺得那是因為 到最後其實我覺得他老了以後啊 他派的東西都是都都帶有一些 那個什麼 社會責任 他很想要做某些事情 那這也是為什麼油爆密戰 他跟湯姆漢克會和在在會多次合作的原因 因為他們漢克自己一直在推動這件東西 他們漢克其實從搶救雷仁大兵開始就已經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 他有一種 其實跟那個去年英國敦克爾克那個很像 就他要宣揚美國精神 然後要把美國的偉大的事情要把它排出來 這個他自己本身從搶救雷仁大兵開始 可是他後來還有他還有在監製那個什麼 呃 一些影集嗎 諾曼蒂大工匠 就是那跟史蒂芬史比伯一起合作的嗎 然後 他們各自都有在做 對 那那個尤其是像湯姆漢克會還有在做那個什麼 從月球到從地球到月球 那是在講說那個 去登錄月球的的那些技術人員的故事 然後十集的影集 我跟妳講那個故事挺悶的 說老實話挺悶 但是 呃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是因為 他的那個目標其實是希望 能夠彰顯美國價值 讓美國人能夠看到自己的故事 以自己為傲這樣子 對 那 那史蒂芬史比伯也一直有在做這類的事情 那 那 而且我也覺得 其實是美國真的是非常幸運 有他這樣子的導演 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 我覺得 當他要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講的 溫暖深刻 然後 又讓 又真的把你感動到 連不是美國人都覺得美國人真為大 你知道 有一點 他真的是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程度啊 對啊 對啊 那 我自己在看這件電影的時候 我都都忍不住對裡面的角色肅然起敬 所以他的戲劇 他在做張 那個什麼 他在做這件戲劇的那個功力其實是很好的 對啊 來 有 有爆密戰 有爆密爆 欸 我剛剛講 什麼 你要說什麼 嗯 我要說什麼 你要說什麼 你要說什麼 哦 那個 你覺得 兩位演員在這部片裡面的表現如何 其實這部片 我覺得兩位演員的那個表演是不對等的 因為很明顯 湯姆漢柯是配角 嗯 對 他這個很明顯 湯姆漢柯都在做球做給那個美麗斯萃普 是 因為湯姆漢柯在裡面所演的這個角色是不需要 他不需要轉變的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很硬派很強硬的人 嗯 很很很 呃 很有自我原則 然後也很 很很要求自己的人 然後一直很衝 嗯 對他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 像美麗斯萃普的演的那個角色很明顯的就是 他 一開始做的讓他非常惶恐 非常 呃 讓他處於弱勢有沒有 你會讓他看起來好像很優柔寡斷 嗯 可是他的戲到最後其實又是又很故意的讓他 這些其實都是很刻意的控制 但是我也只能說他們控制的非常好 因為他到最後那一刻他 他他他不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前面那些他他前面設計的這些東西全部都起了作用 因為你會你會覺得說哇他這個時候的勇敢真的是偉大 因為他前面是如此的猶豫 嗯 就是因為他都這麼猶豫 然後他這這這這這選擇他到最後的他是如此的不容易 嘿 對啊 那你你一樣的道理像他們看客人那個角色他前面都他不到他最後在他你也不會覺得說他有什麼偉大的部分 因為他就一直是同樣的狀態 對啊 是 嗯 不過老實說我 比 欸 我更喜歡 就是比起間諜橋啊 我更喜歡 這部片裡面的 湯姆漢克 而且這部片的湯姆漢克跟梅莉石翠浦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搭檔 就是 梅莉石翠浦是一個有點那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那個一個湯姆漢克在後面Push他 其實這個就很像那個新聞編輯師啊 那種 裡面其實都是屬於有一種這樣子的那個人物關係 而且這種人物關係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人物關係 你知道就是 梅莉石翠浦他是老闆 但是呢他放手讓 他放手讓那個下屬去做 然後而且呢他對下屬沒有沒有那個沒有權威也沒壓迫 所以兩個人其實是屬於互相合作 互相 他不需要你幫助我 然後我也很尊重你的這種狀態 你知道嗎 這其實是一種很超理想狀態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老闆對於你僱用的人總是會想要威壓他 你知道嗎 那可是你看到這 這部電影的情況是 這位總編輯 他來找老闆 是晚上來找他 然後他對他講話那個過程其實也從來都沒有上對下的感覺 對 那 這也是我們其實希望在一個工作裡面能夠 很理想的狀態 那可是 呃 在很多媒體電影裡面其實都都是這個樣子 嗯哼 因為應該是說當記者的 跟或者是當編輯也都很有他自己的主觀 哦 都有很有自己的理念 那當編輯的人的那個 呃 那當老闆的作用呢 你就是不要 去擋他 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在媒體這邊的情況 其實之前前幾個禮拜吧 去年過年前 我們也聊過白箱 你知道白箱這個動畫 白箱這個動畫 其實是在講動畫製作公司的故事 那 其實他在裡面也透露出了這一點 你知道 如果你們有看白箱的話 白箱你的 呃 那個動畫公司的老闆 每天呢 就他都沒有在 他基本上他在裡面出現的形象是在幹嘛 他是煮菜 你知道他 他每次都在講說一些這個導演啊 編輯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 畫師啊的事情 然後會吵架 會爭執啊 然後會他們 會他們做動畫的方向 然後會有很大的那個 會很大的問題 會吵來吵去嗎 但是呢 這間動畫公司的老闆 從來都不插口 從來都不跟你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怎麼做 他只在後面煮飯給大家吃而已 對 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化狀態 這代表說這個動畫公司 這動畫業界希望的理想老闆 形象是什麼 不要管我們 讓我們放手去做我們要的事情 支持我們就好 你知道嗎 雖然我也覺得他的 我上次沒有講到這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白箱沒有透露出 有講出來 但是他沒有把他 當成 試圖淡化 他其實試圖淡化是 其實白箱 裡面的工作人員所有人都是過勞的狀態 他其實有透露出動畫 他有流露出動畫業界的情況 是 非常的高壓的工作環境 所有人幾乎都很晚下班 然後基本上可能都做到天亮 然後甚至有人做到那個昏倒過去之類的 然後唯一一個少數的幾個那種 可以正常上下班的人是老人家 就是他們裡面其實也是有老骨頭 很有趣 那部片裡面其實是有老骨頭 就是那種 可是 我也覺得白箱裡面也透露出一種尷尬 他其實 那些 年輕的工作人員跟那個老工作人員其實都 保持一個距離 就是有點各自 各自為政的感覺 那電影 那動畫裡面到最後其實有 特別去寫了一個 讓老一輩的人終於可以 以後跟年輕一輩的人有共識機會的故事 就是 因為老一輩的人的畫風 跟年輕一輩的人的話 方其實差的太多了 所以他們最後其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合作 你知道 可是他最後其實有提到說他們想要畫一個那種 動物 然後 這個動物他們那個 因為細節太高 細節數太多 然後那些年輕的攝影師沒辦法辦到之類的 所以他就是 他們去 既然還去找到安野秀明 因為找不到人畫 你知道嗎 然後 聽說有一個傳奇 然後聽說安野秀明會畫 然後就竟然去找他 就是 那種那個女主角就是那個膽子很大 竟然就去找他這樣 然後安野秀明聽看一看說 你們公司裡面就有一個人會畫 他們才知道說有一個 有一個老人家 對 會 以前是畫這個東西 他技術能力很強 這樣子 對 那才讓他們有合作的機會 但是那個裡面也有講說老人家其實也說 他其實也很高興說 終於有 有機會幫得上大家的 之類的 但是我也覺得其實 他為什麼會寫這個故事 其實也在告訴你說 其實他們 在動畫業界的斷層其實很嚴重 年輕一輩的跟那個老年一輩的那個其實是有代溝 對 對 那 他都有講 他都 阿姆多被我嚇了一大跳 他都有他都有在講一些 無有意無意透露出 動畫業界的幹苦 對 對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說 你剛剛講到那個 老闆 跟編輯之間的那個什麼 相處關係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不令人意外 就是你會在很多的那個 描述啊 尤其是 我覺得大概媒體 媒體 最容易看到這種東西 對 媒體界 那白香其實也算是 另外一種 影視工作 類型 那白香其實也算是 那電影更明顯 電影基本上 那個什麼 製片啊 他們如果有講的話 通常製片 多半 理想的製片就是 去幫他掙 找錢來這樣就好 讓導演去做事情這樣子 對 好啦 這個 因為 影片最後有一場戲 應該有 有印象 就是那個 那個 湯姆漢克發現 別人都 跟他們團結起來了 然後他就非常熱 跑去找 梅莉史翠普 然後看到他 就把他的桌上 東西掃下來 那梅莉史翠普 就 雅力的說 你在衝三小啊 然後 那個 湯姆漢克才把 報紙一張一張翻開來說 你看 大家都跟我們 在同一陣線 然後突然覺得 他們 好可愛喔 尤其是 兩個年紀這麼大演員 然後他們的互動 是 非常 那麼可愛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人的 化學作用也很強 就是 這兩個人都是厲害的 所以 他們兩個人 但是我就跟你講 厲害的演員 互相標 演戲 不一定 有的時候不一定 有辦法有好的化學作用 是嗎 所以有那種兩個 也有不搭嘎的啊 也有兩個人 怎麼樣都不搭嘎的啊 對啊 對像這一種的 其實也是不容易的 像他們這樣子 也是不容易的 對啊 很明顯感覺起來兩個人都 至少我們知道說 在電影裡面 我可以感受到 他們真的 很有 互相信賴的感覺 而且好像 真的很有好朋友的 為的感覺 對啊 對啊 被爆雷 這不算爆雷 因為 這是歷史事件 大家都知道 最後是怎麼 重點是 其實就是 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個 一個過程 然後你沉浸在 這個導演他要講的故事裡面 這樣子 然後你去看他是 試圖表達出來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 別緊張 好吧 我爆雷沒有差的 好的 OK 其實 油爆咪戰 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很推 因為如果是 我這種九零年代 開始看電影的那個 觀眾來講 他是 我 最能夠就是覺得那個 少今年度啊 就是至少在 過年檔期之內啊 所以我每次影響一下 我覺得最好看的電影 他當然他他他他絕對比黑爆好 看 我那時候老實話 嗯 就是如果你要我自己去選一部片的話 我會選是 我會去選擇那個 有爆米這樣 啊 好 今天還有那個 有一個粉專他PO了一篇 冷知識 就是 那個 這 電影裡面的女主角 他不是爆射的女老闆嗎 然後之前 有一個事情就是 他呢 來台灣然後跟蔣經國見面這樣子 然後他們聊一聊蔣經國才跟他說 他有想要開放放寬那個戒嚴 讓人家可以阻擋 就是你想要成立什麼黨是可以的這樣子 然後據說那是他第一次透露這個想法 然後第一次就是透露給這個報社女老闆 華盛頓郵報的這個老闆 結果隔天華盛頓馬上招告天下說蔣經國這樣說 因為他是跟媒體人說 然後結果蔣經國就 隔年就還真的就是解嚴了 然後就說原來蔣經國是被他趕鴨子上架 沒有絕對不是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通常這東西是有算計的 一個報社的一個報社的人出來 然後他跟你表達要解嚴 這一定是有政治意圖的 怎麼可能會是隨口說說的呢 對啊絕對不是這種事情好不好 不要想不要這樣想真是 我覺得很好玩啊 原來他跟我們台灣很有朋友遠遠 而且最好玩的是他有一張照片 然後就是右邊座的那個女老闆 左邊座的獎金國 然後中間有一個翻譯 那翻譯居然是馬英九的 原來以前馬英九是當翻譯的 那時候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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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有報密戰 我其實很推 如果你們對於那個什麼 媒體有興趣啊 然後 而且我也覺得他有講到一些社會現象 就是 其實跟現在我們的這個也是 有一點觀點 我一直都覺得媒體的 自律 那個什麼 媒體的 價值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以前是學大眾傳播 所以我都一直覺得媒體其實是負有社會責任 對 那 現在我覺得台灣的媒體其實沒有啦 知道 就是他們 不中立你知道很明顯是不中立的 但是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美國的媒體也沒有中立啦 現在 只是在電影裡面 他寫的是有 好像是 那個什麼 應該要中立之類的 對 至少在有報密戰裡面 感覺起來 尼克森是壞人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想辦法把它 要阻止他做壞事這樣子 對啊 那 就是常常看那種 在講 因為美國拍很多 推理片嘛 那個主角不見得是偵探或是警察 有的時候是記者 然後他們就是我要去挖出真相 我把真相公諸於是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真相 然後我每次都在想說 到底台灣有幾個去當記者的是抱持的這種 這種理想去當記者的 我覺得其實不是沒有的 至少我覺得在 在我小的時候我覺得有些記者其實是有的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時候當記者其實是有社會地位的 因為那個時候只有三台啊 然後報紙也只有那麼幾家 然後你能夠當記者確實是要很不容易才上去 才能夠擠到那邊 所以有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會有他們的堅持 對 那可是到後來是因為利潤化 就是新聞台開始大量出現 那這東西突然間有利益需求 所以到最後 就變得有點像CNN模式啊 你知道台灣台灣的那個新聞台剛出來之後 是在學CNN的 就TVBS那類的那個新聞台出來的時候 是走 新聞變成一種那個 要追求利潤的 的那個電視台 因為在很久以前 即使在美國他們在初期的時候 電視台裡面的新聞 新聞頻道 就是他們那時候沒有新聞台 他們那個時候也是一樣爆完間新聞那種 對 爆完間跟五間新聞 那那一種的其實是不要求你要 有收視率的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在做新聞的時候就是有他們的使命感 就覺得這個東西是正確的 我們應該是要報報正確的事情 對 那其實這在那個newsroom那個影集裡面有提到這件事情 說找你的那些新聞的那個新聞人裡面 其實 是 有社會責任 而且他們其實也是有他們的自覺 那 台灣 也是在走同樣的情況 就是當我們的 新聞變成一種 追求利潤的一種 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會開始發生 觀眾 就只做觀眾想看的東西 而不是會做說他們覺得說 有些事情是你觀眾不想知道 可是我一定要講給你聽的東西 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 這也是他們CNN後來有在講說CNN其實 開始也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他們可能會追逐 一些那種其實並不是 對觀眾來對群眾來講 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的東西 像他們可能會去追小甜甜不然你 或者是去追那個誰 那個什麼 名流的那個 他們最明顯的一個故事就是那個 在996年的時候 95還是96年的時候 辛普森殺機案 辛普森開車 在高速公路上闖 你知道 就是他 警察要逮捕他 然後他開車逃走 然後上高速公路 然後於是那個什麼警察追他 然後整個所有的新聞才會派直升機在那邊 就就派空派他這樣子 可是那件事情鬧很大 因為當時的正好NBA還在 NBA還在打總冠軍賽 然後都沒有人看NBA 全部人都在看高速公路 這個這個這件事情其實有那個 有做成影集啊 對 辛普森殺機 就是NBA 有做這個 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時的情況鬧得有多大 那 所有的媒體在追逐三色星的事情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 到最後就變得很沒營養 你知道嗎 對啊 那 我覺得台灣的還有一種情況是 其實台灣的媒體其實也 很明顯的他們 想要藉由媒體然後打著某種政治意圖 所以你就會發現有某些台 他們就是會選邊站嘛 一邊很藍一邊很綠這樣子 對啊 然後藍於是就變成藍的 喜歡看藍的人就去看藍的事情 喜歡看綠的就去看綠的 然後兩邊人就是都自己覺得自己自我感覺良好這樣的狀態 這個也都這個其實我覺得也就無所謂 因為你們各講各的好話至少還有達到平衡這種狀態 但是我覺得啊 有的時候 看到後來我覺得有的時候很明顯的操作 有些東西很明顯是操作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在台灣啊你要看新聞啊 或是看訊息 就是 要聰明一點 你必須要去思考說 他報這個新聞他背後有什麼含義 而且其實應該也是不難猜 因為台灣的台灣的新聞其實很 很少 會有高度的遮掩能力 你知道就是他他想要講一些事情可是又怕人家 不知道所以他都講得很白 你知道嗎 所以每次我都會很明顯的 我至少我自己都覺得我很明顯會感覺到他背後的企圖是什麼之類 是 好吧這個 就是先提外話 旁邊鸚鵡說他說 欸如果 我真的要去追一個一個事情 我要去挖嗎 那挖我要有 我要有很多時間去驗證啊 其實這也是問題啊 就是 你一要時間去驗證 然後你就失去了爆新聞的黃金期 那大家都是趕快嘛 對啊 所以老時候我也有 應該是說我現在沒有在做媒體新聞 但是 我也有體會到 類似的情況 比如說像我 可能我為了我的頻道 然後我會做一些那種 影評的解說之類的 對那有 可是有些東西是需要時間的淬煉的啊 你有些時候其實是要想的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趕快的話 你的那個東西就變成你要逼你在一天之內 就立刻做出一個 一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東西可能是你在看完 當下一天之內想出來的東西 那 他跟你想了一年 想了半年的那個一定差很多 對啊 那 那為什麼你要搶流量 對啊 我不能否認我其實有的時候 我必須要變成我要搶流量 因為我不大 對我還沒有我沒有辦法養到那個觀眾就是說 自然而然會來看就是我 半瓶座出品的東西之類 然後就可以達到 某一種流量但不行 我現在就變成還要跟 很多線上的那個什麼 知名的 會做影評的人 然後一起搶這些流量這樣 好讓自己能夠生存下來 對啊那 那 對所以呢 我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夠 做做這些東西是做沒有時效性的 那做沒有時效性的那個能夠能夠就是 呃 知識的含量會能夠稍微多一點 對啊 但是我我得說說老實話 影片的知識含量其實沒有文章多 對是真的因為影片你必須要簡化東西 對你必須要簡化東西然後才才可以把東西講到 呃 簡短的把它說出來 所以影片不管再怎麼樣都還是沒有比文章的分析還要來得 來得詳細 但是影片只是一個 有助於大眾接觸的 的的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介紹 知道就像我像我們現在我們不是在聊電影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們兩個聊黑我們幾個人聊黑豹 絕對比我那五分鐘的東西還要省很多 對不對一定的啊 對我們兩個一個鐘頭 可是對於很多人來講他們需要 需要的是快速的獲得一個資訊 所以對他來說可能三分鐘五分鐘的東西是 他們習慣會去看 但是不一定所有人會想要來看那一個鐘頭的東西 那只有更核心的人 更想要了解黑豹這個東西的人才會來聽 今天有要講黑豹這樣 或者是我後來會有實況的那個 的精華這樣子然後可能他們會來看 但是你可以感覺下來流量就差非常多嘛 對不對 好的好一點夠夠精彩可能還有一千人次的點閱率 可是那種那種短片的影評就是一萬來算 對啊 好來好吧像你說時效線上我覺得夜郎啊 夜郎他在寫的東西基本上就是 他 就基本上不會太去追之後說現在南部電影上演了 所以我來寫什麼電影 的一品這樣子 這樣子然後就真的是在講知事這樣子 是啊 對啊那…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一方面我認為去加深自己的深度 然後我可以把一些更深入的東西給我的讀者看更重要 比起我去追說 而且哪一部片要上映哪一部影集要上映 而且其實追那個東西我覺得蠻累的 我覺得家電其拿放他們其實這方面還很強 什麼東西出來馬上趕上這樣子 但是我也只能說這個東西其實 在Newsroom裡面他們就有提到說新聞的 你到最後你要掌握的是真實 而不是快速 裡面其實就有提到一段其實說好像有一個議員然後被槍擊 因為那個Newsroom那支影集一直都是以那個現實生活的一些新聞 然後他講了一個虛擬的新聞台 然後去描述說他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做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裡面裡面有一段 呃就在講這件事情 又有一個女議員被槍擊 然後其他台全部都說他死了 然後呢可是Newsroom這一個 主角他們這個新聞台因為沒有確認 因為他們要double確認 那就是要第一個消息員說是 然後第二個消息員也說是要兩個都是 但是他才能夠確認這個人真的是死了 對 對 所以到後來他們就遲遲不發 遲遲不發到最後呢 嗯 呃 那個時候他們的那個總管就衝下來 然後直接衝到那個編輯室裡面就是 叫他說 呃 罵他說 叫他趕快 報他死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就講了很正氣凜然的話 這主角講了正氣凜然的話 我們不是醫生 只有醫生才能夠判定他死亡 我們不能這樣子 對那 最後證明 這也是悲傷的部分 因為最後證明了他們是對的 其他新聞台都報錯 對 但是收視率還是其他新聞台多啊 哦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 回到一個你到底是 你想要報的東西是真的還是其實你只是想要很多人來看你 你也可以說謊然後很多人來看你 欸 對不對 對啊 你也可以華仲取寵說這部電影就是難看 然後那部電影就是很好看 然後這個人其實跟他什麼 其實都不是真實的 但是大家都被 大家都誤以為是 因為你講的事情很有戲劇張力 你講的東西很 很華仲取寵 然後我們都去看 這就是這也是我們後來不是常常會去念說某些新聞台 有所謂的新聞製造機這樣的新聞製造工廠的這種 的臭名嗎 對不對 對啊 那就是說變成你要回到你的初衷 你到底想要幹嘛嗎 對啊 如果你其實只是想要獲取流量本身的話 那 那那你乾脆就去說謊就好 你乾脆就去做假的就好了 你乾脆去做八卦雜誌就好了 因為很多八卦雜誌其實都是在聽說聽說的嗎 對不對 其實是以那個什麼 吸引大家注意為第一優先吧 那什麼是真實 對 那不是他們要的重點 而且尤其求取真實 其實要花很大的功夫嗎 對對對 你還不確定 你可能還 你自己弄的老伴 新聞編輯室裡面也有講這個喔 那講了老半天發現他們 要報的料結果是錯的 嗯哼 根本就錯了 那怎麼辦 你要將錯就錯嗎 哇 那也是那個影集到最後我覺得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們承認錯誤了 他們說他們報錯了 你知道這件事情還蠻慘的你知道嗎 這對他們那個電視台公信力會大傷 對 但是他們就變成說我們錯了就是錯了 我們要出來說我們其實報錯了 對 因為這在很多新聞台可能會死壓嘴硬說 其實我們其實也沒有多錯啊 然後什麼的 對 對那個其實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一個狀態 甚至那個總編啊還 坐牢被抓去關 被拘留 你知道 因為他 牽涉了那個什麼國家機密 而且是報錯了 你 你等於是 製造國家動亂什麼的你知道 是 對啊 好啦 這個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newsroom 就是雖然那個影集是在美國其實收視率也沒有很好 就是他弄到一半也被腰斬 好像只做了三季吧 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都有做到十幾集 然後第二季第三季好像只做了六季 因為就是收視率不高所以他被腰斬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影集 很好看 對 對 對 好啦 你們還要補充什麼嗎 對 補充什麼 像 嗯哼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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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也不早 晚上1點32分 1點32分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候今天人還不少 是啊 就是 超的時候竟然還有到120個人 好啦 可見的那個 喔 那個時候上去年那個時候過新年沒有沒有實況其實 好啦 沒有影響到 好啦 感謝大家 那個時候黑豹啊 我當天一看完就是星期三上映嘛 我一看完 然後回家馬上寫 然後一發 馬上就有 就馬上累積到一萬多的那個觸及率 想說哇 真的是很 很很夯啊 話題很 對 很有話題性欸 然後不是說他也是 四天馬上就打破了那個 正義聯盟的票房 是嗎 其實我沒這個感覺怎麼辦 可是因為我丟東西的時間點太早吧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那個點閱率其實也沒到多少 就兩萬多 就是大家可能 你在那個時候發的時候就是才到點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正好看完有興趣 那如果是我這個 早一點發 然後他們可能反而還沒有看 所以他們也沒有想要看 不一定啊 因為我 但是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那個 那個 立方他發的東西就還蠻多人看 對啊 立方他那個啊 有那個 因為立方他發的東西 我覺得他是屬於那種那個 算是掀起補充的那種 他講他 對 他有他有介紹的一下他的背景 但是這並不是我能夠做的東西 那個 他本來就比我還要厲害 這一方面 我能夠做的就是我看完這個電影 告訴你我的感覺這樣子 對 這是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方向 也不同的出發點 對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來吧